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弟子跟你请来了 请教师傅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有位同修的先生梦见自家卫生间的下水道堵了 他就去通下水道 结果他从下水道里掏出了好多那种干面条 有五六把 请师傅开始 真的什么意思 在红法当中不如理不如法 干面条是属于比方说一种食物 但是他从下水道掏出来就说明他浪费了食物 他肯定是在平时在观音堂做什么事情有点不如理不如法 你叫他要节约 叫他要当心 好的 他是这样的时候 他这个同修是信的 然后他先生还没完全相信 只是帮他一起放生 然后他在建设中他在前上跟他一起去一家医院 开了好几家餐厅 赚了很多钱 然后同修劝他不要开了 他说正赚钱不愿意关 应该有的 你跟他说 有很多人开餐馆赚了很多钱 晚年就有很多的灵性来找他 浑身痛 你不可能一辈子做下去 不可能一辈子赚钱 对的 对的 好的 感恩师傅开始 我让他听录音 第二个问题就是有一个同修的孩子今年七岁了 前几天梦见南京菩萨跟他讲说吃素有健康 吃肉有业障 他自从做了这个梦 也可能是南京菩萨加持之后 他就不要吃肉了 但是现在问题是小孩子在学校里 要把肉倒掉了 一次两次没事 次数多了 老师就要他全部吃掉 他想请师傅开始一下 是不是这个梦其实小孩要喜愿吃全素了 我跟你讲 这个孩子一定有问题 这种孩子就是说好大取功 在人家面前 你看我不吃肉 我倒掉 你不能偷偷的 你让人家吃到干嘛 你让这么多人知道 你不就说 哎呀你看我不要吃肉 他因为心里他感觉吃素是好的 吃肉是不好的 吃肉是不好的 对不对啊 对不对啊 那你让这么多人知道干嘛呢 你没有必要叫你去宣传的 你不先保住自己嘛 你索性这样的话 你就必须要索性吃素了 你这样的话 半推半就的反而会给自己造成很多的麻烦 明白了 好的好的 因为这个小孩他三岁的时候就跟着外婆一起念经 然后上学之后呢 他妈妈就带他一起学白话合法 现在是自己主动要吃素的 然后后面这个同修呢 就梦见给孩子补课 需要一千元 他想问师傅是不是要给孩子念多少张小房子 小房子念一百张 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 师傅同修的要让同修自己背 不让师傅背 刚才忘记说了 没关系 还有一个问题是 现在有些同修呢 他们想做法博师嘛 就在一些明星的微博后面给铁 他们也不看明星的那个微博的内容 但是呢 他跟在后面发师傅的开始做法博师 点击量也很高的 但是有些同修就感觉这样做不是太妥当 因为有些明星本身就是热点人物 他们点击的量虽然高 但是微博的内容不一定都是正的 市场也比较大 请师傅开始一下 这样做是不是有些不妥 如果你觉得你能做 你就做 因为众善奉行的 你不能谁去劝他 谁有业障 举个简单例子 这个人在马路上做善事 你说你像你这种人 你自己都饿得不得了 你还自己什么什么 我告诉你 就是没有慈悲心 明白吗 你让他去做 他只要不犯法 有什么不可以啊 只是说只要他没有背 把人家背得很厉害就有问题 但是要看的 有些明星根本连慈悲心都没有 你去点他干嘛 他们也不是去看明星的微博内容 他只是跟在明星微博内容后面 在点跟铁 就是因为明星的微博那个点击量比较高嘛 他们就把师傅的开始放上去 跟铁放上去之后 让其他人能够看到 多呢 也有人家把其他法事的东西放上去 知道一点没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不好 所以很多人就是 行左 食右 好的 那明白了 感恩师傅开始 师傅就是在节目里 您开始过有些人在天上有果味了 他们有些人想请示一下师傅 果味是什么意思 然后修到什么程度才能在天上有自己的果味 果味什么意思 学历有什么意思啊 听得懂了吗 哦 学历 跟学历一样的呀 果味就像学历一样的呀 你已经修到博士了 修到教授了 你在读上方面修到教授了 修到一般的学生了 高中生 中学生 这不就果味啊 全球上方就修心叫果味啊 实际上就是你一个阶梯啊 就是你一个 我们说起来一个品味啊 你在天上不是有多少多少什么上等商品吗 嗯 好了 那这个他们想请问师傅果味 跟莲花有关系吗 当然有了 莲花是什么 莲花就是你的论文啊 就是你做出来的贡献啊 你有教授的话你就会出论文啊 你有博士也会出博士论文啊 有什么关系啊 都有关系 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次回开始 我们于师傅太多 好 还有一个就是有位同修他过世了嘛 嗯 他的佛台呢 他先生不愿意继续供送了 那请我们去帮他撤掉 他先生也同意为撤佛台的事情念礼佛 和念21张小房子 嗯 请问我们去帮他撤佛台的时候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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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 对的 我们也是这样想的 那我们想提升一下师傅 就是我们帮他撤佛台的时候 除了念大卑咒 还要不要念礼佛 要 我们应该怎么念呢 因为是我们都是跟他供的 我们的心理法门的六尊菩萨像 念啊 念不就好了 那师傅先念49张不就好了 啊 那师傅请再说一下 是那个礼佛应该怎么念 他小房子许了礼佛 念49遍礼佛 啊 49遍礼佛 是我们跟他一起念的 还是他自己念 哎 你们也念他也念 也不要讲啊 你们会你们念吧 你们不念的话 你们也有问题的 你们工作也没做好 好的好的 嗯 好的好的 就是帮他撤佛台的时候 还需要注意什么 跟菩萨讲呀 嗯 就是请菩萨慈悲原谅 我们帮他撤下来佛台 然后念多少遍经文 好的 那就是请问一下师傅 撤下来这个佛台 菩萨像还有佛具 还能日后能接见给其他人吗 还是说让他保留的就行 可以 可以接人给其他人 嗯 那是要放置半年还是多少时间呢 一般的你放到忘记了 吃谁的了 那就成功了 嗯 就可以给其他人 嗯 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 嗯 还有一个师傅就是有位同修 梦见他吃了很多颜料 就是那种画画的颜料 嗯 后来又吐出来了 梦里他感觉不舒服 胃不舒服 请师傅慈悲解冒 肠胃出问题了 哦 肠胃出问题了 哦 肠胃出问题了 师傅 师傅看读成的时候 就看得到人家肠胃里面各种颜色 嗯 它本身这个同修现实中是很瘦的 而且气色也不好 哦 瘦的 哦 瘦的 嗯 嗯 那瘦这么就对了 不吃饭了 可以 不睡觉 哈哈哈 感受 那他要专门为这个梦里这个 为这个 为这个业障专门 要许小皇子放松了吧 要的要的 我告诉你啊 人太瘦啊 你去看好了 我告诉你啊 很多人出事啊 我告诉你 身体啊 你去看好了 没有力量了 你刚刚哪一个人走的时候 不是瘦得来 塌糊涂啊 对 瘦过临随 瘦过临随 而且你看 就是很胖的人死的时候 都是很瘦的 那你还没死了 你就瘦成这样 你也不传话了 嗯嗯 嗯 好 感恩师父 师父 前段时间我梦里看见 四只三四斤的大甲鱼 我就拿去给师父放松了 呃 是不是我坚持帮师父放松 给师父严寿了 你给师父严寿了 你给师父严寿 给你自己也坚福严寿 一样 哦 我问你你祝福人家 人家祝福你了 嗯 祝福的回重的会有 感恩师父 我会坚持再继续帮师父放的 也希望其他人们帮师父一起放 师父严寿了 我们就能够理 我不强求的 我不强求 你们好好修就可以 嗯好的 还有一个请问师父 我前段时间梦见自己拿着剪刀 先把我低迷的衣服剪成一片一片的 然后又把我妈妈的一个新衣服的袖子剪断了 正打算继续剪的时候呢 就被妈妈妈一喊就停下来了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呀师父 就是你很快要做裁缝了 很快要做裁缝了 我错了 跟妈妈的愿解 跟其他人间解不要太快 就是说劝人家学佛不要太快 哦 嗯 呃 所以说我现实中是我妈妈跟我弟妹关系不好 我得帮他们俩念了一个月的心经和姐姐咒 好了 希望菩萨能化解他们这些的恶缘 是不是这个关系呀 对呀 剪那剪刀啊 他剪一刀你剪一刀的 嗯 嗯 那我还要为这个试念礼佛吗 要 要是吧 要加点礼佛的加八遍 嗯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 嗯 师父看还有一个什么 啊 现在 嗯 还有一个书就是这样的一个同修 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他梦里下了法床以后 就要穿越叙尼山 但是要经过一个有很多尖刀组成的 像梯子 又像桥一样的坡路 就是走坡的路 尖刀比较细的 盘略的比较密 但是并不是很吓人 就像从叙尼山山底往山顶 搭的你的梯子一样 依然望过去呢很多人都在爬 他看到身边很多熟悉的同修也在爬 然后梦里他就大声的说 不要怕 这个一边念菩萨圣号 就是一边你爬的话不累 然后后来他们爬也爬 就是最后爬到上面的时候 就看到一块很大的莲花壮的云 后面很多人都上那块云往上飞 他抬头看见官司音菩萨也在这个云里 他是请师父解梦 是不是修成之后到天上 这是一个比较必须经历的一段艰辛的路 就是艰辛的路啊 但是要记住他们如果在做到这种梦的话 非常的披荆斩棘的话 那就是说明他们有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 哦是这样的呀 因为你要记住已经到了须弥山附近 应该望上去的话还是比较顺的 他如果还有这么多的麻烦是说明还没有修成 哦还是有很多业障没消除是吧师父 就是业障 哦因为那个这个师兄平时的梦境也比较多 然后也买书圣的 然后这个梦他做了之后他梦里是不害怕 但是感觉还是有点就是艰险的那种感觉 不好修的还是不好 有偏的有偏的 你想想看虚弥山已经是六道的最高了 最高层了 你想想看虚弥山还有这么多道啊什么东西啊 说明你完全走偏了 因为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过去我师父跟你们讲的 你比方说你今天是一个修编的人 嗯 学法学教的人 嗯 那你看见的那个西方极乐世界 你可能看的都是一种偏偏斜斜的 你感觉上看见西方极乐世界 那我举个例子吧 嗯 一个人比方说要有名有两种 一个是正能量的有名 一个是负能量的有名 对 那么你说说看那些正能量的有名 我就不要讲了 那么多名人 那么负能量的名人 现在的有名了 谁都知道 所以当你看 对啊 当你看到了某一个环境 但是由你的心来转变它变成恶 变成没有好好如理如法的去做 你可能就是邪魔 哦 那说您开始 他大概是哪个地方偏差了 因为他平时念经 念不动 然后但放松他挺精进的 然后孔法上他也跟着很精进的 我问你啊 哪方面的偏差 那肯定偏差了 行上多了 但是在心上少了 哦 这样子 修行少了 修行多了 嗯 所以整天放生啊 放生啊 嗯 嗯 嗯 你这个东西一样 就等于你天天吃饭 然后呢 营养不注意 嗯 明白吗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 多亏师父来解梦 我们一直还以为这个梦是稍微好一点的梦 好 感恩师父 自己开始 嗯 嗯 好的好的 还有苏刚才一个同修给我反馈的 他今天早上做的一个梦 因为他梦见另外一个年轻的同修 今年正好29岁 他梦见他去世了 然后那个同修参加了葬礼 然后把他抬到一个就是装书很豪华的墨穴 就是一个洞的旁边 然后这个尸体放在眉口了 但他进去看墨穴的时候 因为墨穴里边还有一个他 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去世这个同修的一个尸体 但是不是他没死 是活着的 别人还在帮他化妆 脸上帮他涂满了那种黑泥 说不要他动 他在拍红髮的视频 请问师父这是怎么怎么这么蹊跷呢 就跟刚才你这个梦一样完全走偏了 表面上是在红髮 实际上他已经走偏了 这样的呀 因为他是梦里 他这个墨穴门口有个他是尸体 梦里边他还有一个他 哎呀 好嘞 梦见尸体还不知道 梦见尸体不就鬼吗 你还要让我帮你解释成好啊 还玩笑 我是怕他是不是有结 是不是有二十九岁有结 整个就是有问题 嗯嗯 明白吗 好的好的 那我让他听录音 然后让他好好忏悔 当然师父今天的问题 不好意思 师父等一下 喂师父啊 今天这边有几位师兄呢 为师父放生 放生完回家之后呢 他接到了菩萨的台式 因为他们为师父放生了很多假鱼 然后菩萨开始是这样的 我读一下您听一下 今日你们放生功德圆满 震动天平 有诸多护法护慈 今日天界鲜月飘飘 盛世伐喜 诸佛菩萨慈悲道场加持 西方三圣地藏王菩萨 妈祖菩萨 常生师徒 西海龙某 正从此路过 住族观看 今日母亲把北极先翁请到 另有目的 孩儿能在人间修行不义 给家人们每天都在祈求 有些家人不读经 不学佛 你们背得太大 甚至背不动 母亲慈悲你们 在新年交替之际 母亲把天官 天翁等诸佛菩萨请到 见证西宁法门弟子 依教奉行慈悲众生 在你们祈求之际 是非给你们记录 弟子可明白 孩儿母亲不需要你们感谢 母亲希望你们这些弟子 好好的在人间弘扬西宁法门 让更多的众生以苦得的 今日你们为你师父祈求 天秦古月提升 诸佛菩萨请示 父持信仁法门 律地也恩准 师父 这就是同学们 同学接到的分享 接到的开示 这种一种愿望吧 好吧 不管怎么样 他自己愿意 能够有这个感悟也好 好吧 不要去说 哎呀好像是什么 是什么 我觉得我觉得有些人 因为我过去曾经验证过一两个人 他们当时讲的是菩萨讲的 但是后来就自己乱无说八道 听得懂吗 明白师父 我不愿意他们这样的 因为他们就像菩萨给他们 身上给他们一两次的显灵 让他们知道一些东西 但是他们自己后来没有了 人家再听着他问 他就自己开始编了 那就是着魔那一样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师父 那师父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这里面开始就是 他说母亲今日把北极先锋 请到另有目的 之前呢就知道南极先锋 和北极先锋分别是掌管人间的 生和死的 南极先锋呢 主管是生 是宗星 所以北极先锋呢 是掌管死的 是战争之神 人们那都避之不及 我想请师父开始一下 这个南极先锋和北极先锋 在我们人间的话 主要是掌管生死 那我们这北极先锋 他造场的话 是不是给我们也是护法呢 都是护法 北极先锋 南极先锋 你就还听不出来啊 关南面关北面 他还不懂啊 哦 对 掌握生死嘛 实际上就是掌握 你们的在人间的行为啊 嗯 因为还有很多的菩萨 你皈依了 比方说 你皈依了某一个法门 那么他就有这个法门的掌管 生命和前途 由他来记录 对他来判别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 感恩师父此碑开始了 师父好 今天没有干问题要问了 好 同兄们自己让自己碑不到师父碑 师父你保证生起来 哦 再见再见 嗯 您好 喂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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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清楚了 讲吧讲吧 好的好的 师父是这样的 先跟师父分享一件事情 尤修他身边一位弟子 师父的弟子 他自称是普贤菩萨再来 然后他就利用通灵笼络佛友 贩卖菩萨像等法宝大肆敛财 然后就毁了很多同修的会命 同修他就深感痛惜 所以他就在佛台前拼命祈求 太岁菩萨和官帝菩萨护法明察 然后护法菩萨就用意念对他说 就说此人属于年底清算范围的一位 叫你们切勿担心着急 他的各种劣迹均已统计完毕 元旦前就会受报 元旦前会有56名弟子被天上除名 并打入地狱 元旦到春节前再有210名被打入地狱 这些人均会因恶病而死 过不了年关 这个数字是天地连查 截止目前的数字 已经定罪 因为截止目前清算了三分之二的弟子 三分之一 数理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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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里再念一遍 刚才听不清 三分之一 目前情况 目前情况怎么 稍等一下 为截止目前清算了三分之二的弟子情况 还有三分之一 还在书里清算中 你们 找不掉 自得 必须延办 除了清理心灵法门弟子门户之外 对于信徒 现在天上地下也在延查 大概会有上千人受到惩罚 期间你们受到任何举报 均可上报于太岁菩萨 一经查时 必会严惩不待 弟子必须严查严惩 因为不严惩 你们这些弟子就把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给毁了 就把很多人的慧命给毁了 心灵法门是观世音菩萨悲悯缩破世界众生 将此法门降落人世 来祭祀救命之法门 不能因为你们其中的一些乌合之众给毁了 心灵法门是给这个末法时期的法门 菩萨慈悲救度的最后一收法传了 他将救度上亿亿的众生脱离苦难 离苦则乐超出六道 若因几个乌合之众把法传给毁了 你说这些人不下地狱 谁下地狱 修行心灵法门红线有三 一不说不实之话 不装神弄鬼 二不集资不敛财 三爱国爱民 遵纪守法 第一条为个人对自身修行红线 第二条为个人对周边众修行红线 三条为对自身修行红线 对修心灵法的弟子净徒 只犯第一条 愁畜生生 只有到其心灵法门最后一佛得度 你说你对得起菩萨吧 如果是菩萨讲的 你对得起 拿一根这么烂的线 跑出来讲 把菩萨的话讲的断断续续的 你省什么钱呢 你应该弄个好一点的电话线 你弄这种网络电话线 你对得起菩萨吧 你说这么多的人要听法音 就听你断断续续的法音 重新念 你现在从头到底讲的话 全部断断续续 你知道吗 怎么听啊 叫人家 他讲人家的 节约的了这个样子 该节约不节约 自己的事情怎么不节约的了 师父抱歉 因为之前这根线测试没问题 没问题 你网络线本身就有问题 你花点钱 贵一点的线你打嘛就好了嘛 你比方说买卡的线打也可以啊 哦 呃 师父那 我要不再换条件再打进来试试看 你打不进来了换条件 你先念完吧 这点 哦好的 感恩师父 师父我继续念 若只犯第二条 那将打入无间地狱 永世不可超生 只有修心灵法门的最后一个佛子得度 方可得处生 再犯一次方可得人生 将被打入最深一种地狱 将再无得人生之源 只有在未来佛现世方可得处生 从生到胎生要轮回一节才有可能得人生 即便得了人生也要轮回百亿节才可得闻佛法 造谣诽谤的人属于第一条和第三条同犯 他们违法虽然人间没有给予惩罚 天理地律 也属于不遵纪守法 将打入地狱再无出头之日 即便未来佛降世也将永世不可超生 只有地狱空之时方可得处生 或者是依威灵 所以告诉你们 人生难得经以德 佛法难闻经以闻 今世能得修心灵法门 拨大的福报还不好生珍惜 还造谣诽谤 真是无法无天 这次天地人对心灵法门攻行天法 成衣锦摆后 便会给一个说法 正法弘扬也就只是开了个头 什么事情都是开头最难 日后心灵法门会越来越好 但并不代表就没有魔障给你们捣乱 你们这些弟子和信徒一定要明辨是非 对观世音菩萨 对你们的师父 对法门要坚信 这也是对你们的考验和修炼 欲不拙不成器 上天讲伐分明 福禄寿三位菩萨 还有天女们也得御帝菩萨的圣旨 元旦前后和春节前后 会是每个人在这一年的修心修行 和做功德的情况 来给大家福德 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惊喜 很多人会因此而改变自己的病 经济修行的事业 越来越好 父母本来要得很大的劫难 菩萨都能帮助化解 妻儿也会得到避应 平安健康 无路受全德 不要觉得看不见就不存在 人做天在看 好身为人 好身做事 上天最偏爱懂事情 做事情的佛子 师父开始 完了 你看见了吗 我就随便告诉你 我有一个弟子 他的老公整天诽谤 开始的时候反对 讲恶口 后来好一点 好一点 走了这两天 就跟你说 他就是一个个把你拉走的呀 你过去诽谤的话 你就算到了后来你不诽谤了 你已经这个罪已经成了呀 嗯 我问你 杀人犯 他杀过人 他在潜逃期间 他也没杀人 抓到之后 要不要判死刑啊 必要的 好了 他逃了几年 最后杀到还是 对呀 他几年我又没杀人了 就这么简单 他诽谤 诽谤很厉害 后来慢慢好起来了 后来慢慢不诽谤了 包颖来了吧 走了 几个礼拜 怎么不叫走啊 菩萨打妄语吗 不打的 嗯 你去看好了 那些人 作孽的人 你去看好了 他能活过今年吗 嗯 我只是想补充一下 并不是元旦的青年 是过春节的青年 嗯 好了 就做好了 去骂好了 去骂好了 还看不出来啊 很多匪谤心灵法门的人 都出事了 还看不出来啊 好了 天网会说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时候未到呀 我们爱国爱民遵纪手法 对不对呀 你不要去讲我们啊 我们真的很好的 嗯 好了 啊 感恩师父开誓 那师父我能再问几个问题吗 你讲吧 啊 好的 啊 师父有几个同修的问题 我问一下 呃 有位同修他梦见老公给他买了粉色白色黄色三条短裙 同修意念说 学佛人不能穿这么短的裙子就醒了 现实中同修最近一直在念礼佛 忏悔过去的邪淫 请问和这个有关联 请问和这个有关联吗 哎 老公有意念 嗯 啊 就意念不干净 对啊 虽然支持他学佛清修 但是老公脑子里有这种邪念的 营念 嗯 嗯 哦 好的 感恩师父开始 嗯 同修想用一个橱柜做佛台 颜色是深灰色的 呃 这个行不行 就橱柜以前也没放过脏的东西 可以的 没问题 用红布 好的 用红布把它盖起来就可以了 红布 啊 黄的布行吗 可以可以都可以 可以 好 嗯 同修梦见吃饭的盘子里 半边是蚂蚁 半边是西红柿 然后西红柿和蚂蚁打起来了 还用人类的语言相互争吵 过了一会儿再去看西红柿 西红柿草蚁了 盘子里就没蚂蚁了 剩下几个西红柿和几只蚊子 现实中同修准备考研 专业是风景园林 请师父解梦 叫他赶紧把这个想法去告诉那个电影的编辑 马上变个童话剧出来 哈哈哈哈 可以拍科幻 哈哈哈哈 蚂蚁啊 其实蚂蚁们就是烦恼呀 西红柿是正能量呀 西红柿在时尚生活当中 他也是对身体各方面都有进步的呀 明白了吗 嗯 好了 嗯 就说明他的蚂蚁最后被正能量吃掉了呀 很好 好的 有位同修家人因为他们整天念经 不陪家人还有整天吃素 所以呢 不被家人理解 还有些师兄呢 因为家人不学佛 只能在房间里念经 然后就觉得被别人当成怪物 然后有的呢 在观音堂内因为饮食问题 又让师兄起了反感性 因为这些种种问题 有一部分师兄有退转的想法 他们大部分不懂中文 所以没办法自己看白话佛法 共修时翻译也很有限 为了帮助这些师兄让他们坚定信心不退转 请问可以做一些什么 这是海外共修组的一个问题 他们是 拼命的去度他们 拼命的跟西方人也要解释的呀 他能够对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国佛教的精髓呀 能够理解 有希望能够学 那就说明他们有佛性呀 有佛缘呀 尽量的去鼓励帮助他们 至于那些退转的 那所以道心不尖的呀 这种人就是这样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大学读不下去了 你去打工去了呀 你这个人经过将来做不了office的呀 对不对呀 道理都是一样 自修自得呀 你看一个人不能坚持的 他自己最后自己找苦吃呀 像我们过去跟着师父学的 秘书祖小朋友也有的呀 退转了吗 自己苦得来不得了的呀 对不对呀 你在师父身边那些孩子 天天像在莲花上一样的 开心的来不得了的 对不对呀 有人供养了 吃饭了 全部有人做了 你想想看了 这什么福德啊 你就是现在爸爸妈妈 都不一定给自己孩子做饭吃啊 对不对呀 感恩都来不及了 所以我告诉你退转了 没有缘分呀 没办法 自己找苦吃呀 很多人说我不愿意这样了 那么你自己那样了 那样苦了吗 也是你因为不愿意这样 所造成的那样呀 明白了吗 嗯 好了 嗯 好明白 感恩师父开始 下一个问题 同修之前不清楚 就和菩萨说要拿百分之三十的功德 回向给佛道 请问他这样说法会有问题吗 需要念礼佛吗 当然有问题 佛道是谁呀 佛道是谁呀 你拿出来了 人家就抢掉了呀 你根本没有一个意向的 你根本没有个目标的 就是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说你今天拿出来 我要拿出钱来 来救济穷人 你在马路上这么一抢 穷人全跑过来 把你抢光了 那你说我要给 某一个慈善机构 比方说专门帮助人家 癌症研制中心的 儿童医院的 那你都有目标的呀 你跑到马路上说 我要捐给穷人 那么被人家马上抢光了呀 30%就没了呀 明白了吗 嗯 好的 感恩师傅开始 然后 有位同学家里 有两个方方正正的卧室 中间的门是相连的 现在想把其中一个卧室 隔出一块地方 作为另外一个卧室的储藏间 这样两个卧室就变长行了 这样的改变 都可以了 这没问题了 好的 感恩开始 说到退休的领导在同修妈妈家 拿着红色的尿大便 同修也不好意思拒绝 就在门口守着 不让其他人进去 你说什么 就是同修梦到退休的老领导 在同修的妈妈家 拿着他们家的面子在便 然后同修也不好意思拒绝 拿着瓶子在大便小便了 大便 就帮人家背了呀 他妈帮人家领导背了呀 好的 感恩师傅开始 然后有的师兄很发心 也许愿吃全素了 但是一出汗呢 就身上糊臭味道很浓 然后有的师兄就提醒他 但是这个人就生气 就不来观音堂了 后来又来了 但是想用佛台旁边的瓶装大杯水 然后呢 在观音堂也帮忙拖地 但是呢 拖完地以后 整个佛堂都是他身上的气味 其他同修呢 也不好意思再说 怕得罪这位师兄 那想问一下这样情况怎么办 很简单啊 叫他不要来了呀 洗干净 弄干净再来 要没有味道再来 你胡说也可以喷的呀 这里有药水喷的呀 你你把人家都弄了臭了 你跑来干嘛 你讲给我听呀 生什么气了 有毛病吗 你比方说你是瘸子 人家叫你瘸子 你也得承认的 你就像人家说 你脑子怎么这么不灵呢 脑残 你也得自己承认啊 你的脑子是不如别人的呀 这么执着干嘛了 自己身上有毛病 不能让人家讲的 什么虚干嘛了 虚伪啊 对不对啊 自己有病 有病就有病了 你医院都不要去看好了 你跑到医院去干嘛 你没病到医院去干嘛 就一样道理啊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赶紧时候开始 然后同修求菩萨验证 结缘法师小房子质量 然后之后就梦到数字99 就请问这个是跟房子质量有关吗 当然有关了 数字都出来了 首先他感觉99 所以他是感觉怎么样啊 他感觉开心不开心 他在梦里的感觉很重要的 梦见一个数字99 那他当时的环境是暗的还是亮的了 具体也没说 没说就不要问 你如果问念亮的 99说明这个法师念的是好的 如果是暗的环境 99那这小房子就是烂的 好了 好的 赶紧师傅开始 然后同修梦见有人说 他的头脉 脉是脉络的脉 说他的头脉很清楚 纹路也很长 还专门来看他的头 请问这有什么说法吗 那加持了 互法人加持 好的 好 感恩 就有位同修梦见 另外一位同修给他的嘴巴上 涂上大红色的口红 讲大话 讲都不要讲 吹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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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感恩师傅开始 然后 同修梦到自己坐在一个大大的莲花蛋糕上面 感觉在浪费蛋糕 再看 再一看是一个透明的蛋糕 莲花座就落在他房间的地上了 莲花掉下来 他亵渎了莲花了 嗯 好的 感恩师傅 呃 师傅再问最后一个问题 呃 有的人修行喜欢暗地里和别人比较 觉得别人比自己加持多 别人比自己有福报等等 请问这种心态是否容易让人堕入阿修罗道 是啊 学佛要没有心态 要无心 所以无心胜有心 无心就是干净了 对不对啊 你比方说这个房间里没有货物 这个房间就特别干净 背满了东西了 这个房间就不干净 你心中充满了杂草 你这心能干净了 明白了吗 嗯 啊 明白了 啊师傅那阿修罗道和魔道又有什么关系呢 有的时候听阿修罗道很多护法 也是很多护法 但有的时候会 我问你 听有些故事 我只要举例子你就知道 阿修罗道和魔道有什么关系 人道里边强盗和好人有什么关系呢 啊 他不同的种 好了 明白了吗 你问出来问题 我只要这么一问你 你马上就知道了 跟人道有什么关系 跟阿修罗道有什么关系啊 任何道都有好人有坏人不知道啊 哦 你有佛还有魔呢 这样还不懂啊 哦 哦 好了 感恩师傅开始 今天的问题先到这里 哦再见 哦 祝你原谅 嗯 再见 这个电话 哎 所以一个人呢不知道 一个个在都走啊 在里面很多人绑佛的人 一个个都走啊 喂 喂 你好 你好 呃 师傅辛苦了 请想等一下 那个是这样哈 就是我们收集了好多重修的问题 然后帮大家问一下 第一个问题就是重修二人 曾经呢 他们是夫妻哈 他们双修了三年 一起红发 但是现在这个先生呢 在56岁关节的时候呢 开退转吃婚了 为了卖房子 他还把他的妻子 也就是这个女同修年走 已经把家里佛台撤掉了 还逼着这个女同修离婚 这个女同修 他现在非常痛苦 已经有抑郁症了 现在他每天晚上都睡在车里 已经有八个月了 那这个男的呢 就开始起诉离婚 然后又撤诉 现在又想起诉 那女同修就发了很多大怨 所以请问师傅 他能不能挽回这个婚姻 如果可以的话 能念多少僵 放多少僵 像这种问题 我只能这么讲 缘分不到 你们两个清修干嘛 对不对啊 所以世界上很多事情 你知道你的老公什么素质 你不知道 很多人不知道 学博的时候不知道 等到慢慢的 是佛是魔就慢慢的显化出来了 他老公现在做的一系列的举动 已经是魔性了 你说作为一个正常的人 能不能把自己老婆 放在车上睡八个月啊 谁做得到啊 是的 他不是魔性啊 他不是个魔啊 你就是正常人 不学佛 你也不能这么做啊 明白 而且你学过佛的人呢 你说这种人 你跟他再好 我我无语了 我没办法讲了 他是人还是魔啊 你说说叫一个女人 睡在车上八个月 你说这成何体统啊 是的 你是不是过分了 你要离婚的话 你也不能虐待自己老婆啊 嗯 你是人呢 还是魔啊 所以这种人 你还愿意嫁给他 还愿意跟他好的话 就说明你这个人还没受够 你的骨头贱 我有什么话讲啊 说明上辈子的缘分 恶缘还没有尽 嗯 听懂了吗 明白了 有什么话好讲 这种人今天跟你好了 你说他以后还会不会这样 你跟他如果 以后再这样的话 他还会不会再这样 是的 他连佛的都能背叛 他连做人的 基本的道德都没有 这种人你还愿意 在他身上说 找到希望 我看你拥有的 只能是失望 还有什么 嗯 好了 谢谢师父开示 师父 那个第二个啊 就是如果梦到甲鱼把乌龟咬死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叫甲鱼和乌龟大战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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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啊 那一才有人者神龟 对了 大战 大战一场 最后是甲鱼胜利 还是乌龟生意了 那就看修为了吧 这个梦里没有说 反正就是就这么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有些成愿再来的菩萨在人间迷失了 有的人呢 天上会很快把他们收回去 但有的人呢 天上却没有马上把他们带回去 让他们在六道轮回迷失 这是什么原因呢 对 这问题问得好 我问你 你比方说你是财政部的 对不对啊 现在某一个地方财政严重亏损 你自己财政部里面一个科长处长说 我下去了 我去把这个地方的财政搞好 对不对啊 搞不好我就不回来 对不对啊 下去了没搞好 他的愿望算不算呢 算 好了这是一个 还有的 看看你在下面实在搞不好了 你人还是很正 良心没变 那么财政部的部长看着他很可怜 因为过去跟他一起在部里大家关系都很好 我叫你先回来 听得懂了吗 喂 跑掉了 逃走了 看甲鱼和乌龟大战去了 哈哈哈哈 喂 我把这话还完你们自己看就好了 明白吗 比方说他到时候叫你上来你就上来 还有些人呢 在当地呢吃喝嫖赌 慢慢的移失了方向 部里也不能把它弄回来了 听懂了吗 因为这两天是电话用的比较多嘛 要到过节了嘛 所以很多人打电话 所以他的线路就不是太好 好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呢 我们节目就到这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